竟然有人用了98个亿建造了一座瓷房子 房子主人又是谁 又为何要建造一座瓷房子呢 据说当时呀 用了一万三千多个古瓷瓶 四千多个古瓷盘和古瓷碗 二十多吨水晶和玛瑙 再加上七亿多个古瓷片才大造而成 悄悄的告诉您 据说这里面啊 还藏了一尊按照武则天容貌打造的佛手 那他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呢 关注墓子今天啊 咱们就进去看一看 这是他们家的下水管 都是别处心裁的 堪称世界上最贵的下水管道 走吧 咱们进来之后呢 会看到房顶上面有一条巨龙 总长是768米 由800多万件古瓷器组成 像不像一个差一大的字体呢 怎么只是见龙身却不见龙尾呢 可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瓷房子上镶嵌的瓷片 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 从汉朝跨越到了清朝 有近代的清瓷 唐三彩 宋代的君瓷 龙泉瓷 元明清花 清代焚彩等 瓷片除了从五大名谣产出来的以外呢 还有其他谣子 比如说龙泉谣 谣州谣 可以说呀 在这栋楼的里面呢 中国所有的官谣 民谣 产出的陶瓷 种类几乎都可以看到 咱们来到了门口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三块丹壁石 丹壁石古代呀 不是只能在皇宫 或者帝王的陵墓中才能摆放吗 您看 上面竟然是两只凤凰 下面是一条龙 凤鸭龙的格局 那么在古代呀 只有两个时期 是凤鸭龙 您知道是哪两个时期吗 欢迎啊 打在评论区 咱们继续往里走吧 看到没有 两侧呀 有这个上朝 还有下朝的字 现在你们跟着墓子 一起去上朝吧 咱们往里走的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位置 看到一只琉璃的狮子 这个可是四百多年前的琉璃狮了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当时是从段祺瑞 他们家里边帮过来的 都说呀 摸摸狮子头 一辈子不发愁 墓子今天呢 替屏幕前的您去摸一摸 祝福你们一辈子都不发愁 您看这里还有一个碗呢 真漂亮呀 它可不是什么传说中的 开局一个碗 装备全靠盏 人家呀 是有名的君祠 传说君祠 入摇一色 出彩万千 咱先别着急进去 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两亿年前的蛋蛋 中间棕色球物是什么呢 您猜 它呀 我告诉您 是距今两亿年前的恐龙蛋化石 这也是整个瓷房子里面 最古老的一个物件了 咱们继续往里走 哇 您看 这个地方呀 有个大水缸 它可是明末清初的 青花瓷贴素的大缸 每逢过节的时候呢 缸里面盛满了水 因为呀 缸生水 水煮材 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打出四个字 八方来财 咱们来到了瓷房子呀 一定要记得看一看 这幅张大千的荷花八平图 它是用原明清 三代的青花瓷 拼凑而成的 尤其呢是要摸一摸 这个红色的瓷片 古代呀 红柚工艺复杂 据说现在呢 没有人能够 烧出这样的颜色瓷片了 咱们现在呀 来到了瓷房子的二楼 这里呢 是一个八角凉亭 这有什么神秘的呢 咱们呀抬头往上看一看 看到了吗 中间有一个清朝的 粉彩瓷盘 它可是三百多万拍回来的 而且呀 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三百多万 在这个粉彩瓷盘的周边 还环绕着很多的鱼绒的瓷盘 神奇的是 当我们站在下边 无论你怎么去转 都会发现每条鱼的眼睛 都在注视着你 也祝大家年年有余 这也还没完 咱们呢 往这边再来看一下 这边呢 还有一辆全身贴满了瓷片的路股车 当年这个房子主人呢 就是开着这辆路股车 走遍了全中国 搜集了瓷片跟瓷器 打造了这座百亿的梦想大豪宅 哇 大家快看一下 那个地方看到没有 有一个大葫芦 主人呀 可真的是别处心裁 那么葫芦呢 在民宿当中呀 它是象征着葫芦之一 而且主人为什么会把葫芦 放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象征着家家平安 子孙万代 吉祥如意的意思 整个瓷房子里边呀 最值钱的呢 其实呀 是在出口处 走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这尊佛手呀 是东魏时期的 当时花了1.5个亿 把它给拍回来的 而旁边这尊呢 是唐代的佛手 据说是按照这个武则天的真容 来给他打造的 您看 这眉 这眼 这嘴呀 还真是非常漂亮 这个非常远日的夏伯科 看起来呀 非常富泰 他跟您心目当初的武则天 有几分相像呢 关注墓子 带您走遍中国的大好河山 你知道乾隆最爱的九龙宝剑 最终落在了哪里吗 1928年 军阀孙殿英 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 盗掘了慈禧乾隆皇帝 两座灵寝 拉走了24辆的军车的宝贝 事发后 由事情败露了 孙殿英险些被抓住 他只能贿赂了一些高官 因此呢 把九龙宝剑 就托代曆 想送给蒋校长 其他珍宝呢 贿赂给另外的高官了 这事呀 才算摆平 可是这事都过去了十几年了 九龙宝剑 由于特殊原因 还没有送到蒋校长的手中 1946年 3月17号 戴笠从北平坐飞机呀 经过山东青岛 准备飞往上海 跟他的情人蝴蝶团聚 结果那天 上海市乌云密布 雷雨交加 飞机呢 他落不下去 只能改变了航线 将飞机改飞南京 结果当时在南京的西郊 戴山出事了 击毁人亡 他的享年46岁 而他去世之后呢 就被葬在了我身后的这个地方 你看 这些台阶是当时在1946年的时候修建的 原本在戴笠死后修建的墓地呀 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豪华 只是现在您再看看 已经荡然无从 是杂草丛生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呀 在1949年的4月23号的时候 南京城啊 他解放了 南京城老百姓呢 欢欣鼓舞 大家认为呀 紫金山这个脚下 是南京城风水最好的地方 那么认为戴笠这样一个 十恶不赦的坏人 他有什么资格葬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在1950年的时候 来了一些百姓带着工具 而且当时把戴笠墓呀给毁了 土扎药都不定用 因为外面都是花岗岩的 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终于把他的墓室呀给打开了 发现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南木棺材 这十来个人惊奇的发现 里面除了有他的尸骨之外呢 还有一把烧焦的左轮手枪 还有一个烧焦的皮鞋的一个后跟 还有一个宝剑的残骸 据说那就是当年乾隆皇帝 那把赫赫有名的九龙宝剑 而且这宝剑到底去了哪里呢 老百姓呀 在那会儿已经是迫不及待的 毁了戴笠的墓 所以呢 把棺果当中所有东西都扔在了 我身后的这个水池里面 所以这里成了戴笠的场面之地 戴笠死后是众说纷纭 从他的女秘书陈华来说呢 飞机失事呀 是自导自演 有说是被蒋校长害的 因此呢 关于戴笠之所的原因至今 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件悬案 关注木子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历史知识 来到林与四呀 一定不要拜这个 他既不是佛 他也不是罗汉 是历史上有名的妖僧 是一个披着羊披的恶魔 他叫做杨怜真家 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他的师父呀 叫做巴斯巴 是蒙古国的国师 还有是忽必烈的帝师 公元1277年的时候 忽必烈呢 就把这个杨怜真家呀 安排到了江南这边 任江南市教总管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掌管江南这边的宗教事宜 那么作为一个 本该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的僧人 杨怜真家不但没有向着这方面去发展 却是坏事作尽 所以中国佛教黑暗的日子 在那个时候来临了 他捣毁了江南好多寺庙 佛教呢当时也被推倒了 他除了不干好事 其他什么他都做 当时江南这边经历了战乱 老百姓呢是一贫如洗 这个妖僧啊又贪财又好作 他打起了江南皇陵的主意 到处去奸淫妇女 为非作歹 罪大恶极 让人愤恨 他挖掘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坟墓 达到了一百多所 这个藏在坟墓里的黄金呢 和玉器呀全被他抢了干净 那么不仅如此 更让人气愤的是什么呢 组织了很大一批人 把南宋六帝 也就是宋高总 宋孝总 宋光总 宋明总 宋李宗 还有宋渡宗 六个皇陵 几乎到的一干二净 当时呢更加很多的是 他居然把六国皇帝这些遗骸 全部集中起来 埋在了那个南宋皇宫的旧址上面 造了一座白塔 取名叫做镇南塔 用来镇压南方的王器 就是说让南宋勇士不得翻身 这几位皇帝死后呀 他们都不得安宁 更加变态的事情呢 他也做了出来 他居然把那个宋李宗的头 给砍了下来 把他头盖骨呢 挂在了城门上边 晒了三天 然后把头盖骨一分为二 拿他头骨做了一个 盛酒的器具 在元朝这些宫廷的酒宴上 拿来盛酒 真的是可恨至极 他所做这些事情啊 最忠实的当地百姓呢 是忍无可忍 阎人呢 有一种要反叛的这个形式了 忽必烈 把阎兰真家就给抓了起来 本来他是罪该万死的 可是由于呢 他给忽必烈 送了一个头骨酒杯 然后呢 把他给放了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蒙古人 信奉的是藏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中 有一种法门 叫做醒壶灌顶 就是用一个酒杯里面放上奶酒 再撒到尸者的头上 可以开制 而且这种法器呢 用人的头盖骨呀 做特别好 那皇帝头盖骨呢 不更好了吗 所以忽必烈 收到他送的这个酒杯之后呢 居然把杨兰真家给放走了 但是杨兰真家 也不会有好下场 盗墓太多了 据说就中毒了 尸体腐烂而死 那那个头盖骨酒杯 一直在明代专章时期呢 又出现了 当时专章听说这个事情 心中不忍 觉得都是汉人 就开始命人呀 寻找宋吕宗这个头骨 最终呢 在当时的元大都 找到了宋吕宗的头盖骨 在专章的下旨之下呢 当时把这个头盖骨 又放回到了宋皇陵里面 杨兰真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浙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史学家 叫张黛 在飞来丰这里呀 就发现了他的佛像 那个时候 杨兰真家 他就一心希望 他的藏传佛教 能够压过汉传佛教 所以呢 他为了宣扬藏传佛教 在飞来丰上面 建造了好多藏传佛教的佛像 自己也放在这里了 也是希望以后呀 有人鼎礼膜拜自己 气得张黛用棍子 把他头打掉了 后来大家看一下 他的脖子 是不是少了一点 脑子是后来放上去的 记住了 以后再来飞来丰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拜这个 遗臭万年的妖僧 关注木子 下个视频更精彩